今天是端午節 全港多區都有龍舟競賽 由陳家銘說 赤柱海灘出現的不是紅潮 而是人潮 各隊龍舟好手和支持者 齊齊迎接參與龍舟競賽 一日之下和陽光玩遊戲 不少人早有準備 不同國籍 不同膚色 不同的潔身花色 好, 寶貝 好 就連制服造型都各有特色 船長 因為我們愛它 我們愛水 我們愛水的風景 所以我們有這些 這些是秘密的能力 我們只有端午節 就是一個傳統活動 所以我們用面土去迎接這個傳統活動 有四十年歷史的赤柱龍舟賽事 今年破紀錄有208隊參加 四千名選手 不少都是女生 好, 二十年歷史 部分就有點狼狽了 好, 女士, 出發 好, 女士 有選手就說 贏得獎杯背後有不少代價 有些嘴緣傷了 手 或者有些人流傷了 大得很快就復原 搶船搶到累 拿不到獎杯 也由安慰獎 好 有人索性坐進水裡吃飯 不少參賽隊伍都是以公司的名義 組隊參加的 他們說無論是大老闆還是小職員 都是坐馬一條船 一起同心協力, 得到好成績 武昇的自己就是一層家明的那裏